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一次重大战役中的一场特殊防御战,一个中国营在上海顽强抵约日军侵略。 在为期四天的战斗中,巴巴师第524团第一营,与日军进入第三支殊死战斗。 显为人知的是,这个中国营只有414人,为什么后来会被称作四行仓库八百壮士? 他们又为什么要在这个岌岌无名的仓库坚守到底呢? 四行仓库,从军事上讲并没有明显的价值。 这座仓库,是一幢25米高的六层昏明土建筑,位于苏州河畔,树闸位置,在上海租界的边缘地带。 它并不是国军撤退的关键阵地,却与上海公租界个案相望, 这意味着四行仓库为奖介石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攻关机会,在国际视野面前展示中国的抗战决心。 图,萧燕中的四行仓库。 1937年,是日军全面侵华的第一年。 虽然抗日战争始于1931年的918事变,但西方世界始终不愿意支援中国。 只有德国和苏联,是以实际行动,帮助中国抗战的大国。 第八十八师就是为数不多的经德国训练和装飞的部队。 在上海保卫战最后几天,八八师是唯一一支由蒋介石特别使众留守的军队。 蒋介石期望通过这支部队,争取外国的军事支持。 第八十八师,由孙元良,将军指挥,其指挥部就在四行仓库。 接到蒋介石的命令后,孙元良向他的上级郭祝同提出抗议,理由是这样的自杀性命,另意味着八八师会全军覆没。 孙元良自然不想让自己的队伍负面,而孤祝同作为八八师的老领导,对这支部队也有很深的感情。 最后经权后,蒋介石同意第八十八师大部分人员撤退,支流五二四团第一营,驻守四行仓库。 八八师其他部队撤退后,谢景元中校带领五二四团第一营,坚守四行仓库。 一营官兵大多是来自湖北的新兵,当兵不到三个月,他们唯一的重型武器,是四挺二十四水冷马克清机枪。 414名官兵奋力加固防御攻势,用沙袋堆起防袋墙,将连近的建筑物烧毁,形成一个开放区域。 谢景元当然知道自己兵力火力都严重不足,所以故意散布消息,中第一营标记为第五百二十四团,以迷惑日军。 图,谢景元 10月27日,国军大步撤出上海几小时后,日本第三师到达上海渣北。 日军先派了十多名侦察兵,进入四行仓库附近,探查第一营的防御部署。 这些侦察兵,被谢景元部署的神枪手精准击毙。 中午,谢景元派出一队侦察兵前出,遭遇日军,双方发生交火。 之后,日军一个队伍从仓库西侧发起进攻,有70名日本士兵,进入仓库守军的火力死角。 守军立马在仓库楼上投掷手榴弹,发射排击炮,打死日军七名。 至当晚9点左右,舍军指,有两名士兵牺牲。 当时,几乎所有的上海市民,都一围扎位的国军已经撤离。 女童子军梁慧敏,在凌晨时经过苏州河附近,听到了枪声,大感惊奇。 他看到附近的英国士兵,把仓库丢了一袋香烟,英国士兵告诉他,这些香烟是为仓库的中国守军准备的。 他立即让英国士兵在投掷香烟的时候,附上一张字条,询问守军是否需要弹药或食物。 在他的帮助下,中国守军联系到了上海商会。 10月28日,上海所有的媒体头条,都报道四行仓库守军的英雄事迹。 图,四行仓库外墙,密密麻麻的弹动。 第二天,日军几次攻击都被击退,中国守军依然坚守仓库。 由于仓库旁边就是英国租借,日本人当时并没有打算与西方列前撕破脸,所以,日军第三师,并不敢使用戒子气或空袭。 相对于日本人的积极败坏,谢靖元表现从容。 他在28日上午巡查防御攻势时,发现一支日军部队在一千里外活动,他拿起枪击毙了一名日本士兵。 下午,日军占领了仓库西侧的交通银行大楼,尽管无法对占据地理优势的守军做出有效攻击,但击断了仓库的水电线路。 这时,整个上海都被四行仓库守军的消息鼓舞,所有市民都点燃了爱国激情,许多市民来到苏州和附近,为仓库守军加油打气。 上海商会和市民们,纵揽了十几卡车的物资,谢靖元还接激进美国军队,帮助转决出去了十名伤员。 图4 航仓库保卫战亲近还原,八百壮士的英雄传说就此诞生,四百亿十四名士兵,永久凝刻在历史中。 那天早上,不同的报纸争相报道四航仓库守军的事迹,但对兵力数字的介绍差异很大,从一百五十到八百不等。 后来为鼓舞士气和威慑的日军,谢靖元在安排商员撤退时,吩咐商员告诉外面的人,必须斩钉铁铁铁说,也八百守军誓死守卫刺青仓库。 当天晚上,上海商会派女童子军杨慧敏送来迎面国旗,激励守军士兵的士气。 杨慧敏被守军誓死不渝的作战决心感动,希望记录所有士兵的名字。 谢靖元仍然坚持必须对外宣称有八百名守军,所以从五二四团的名单中,列了八百个名字给他。 屠住,谢靖元团长,青天白日勋章。 在持续两天的战斗中,日军没有占到大的便宜,日军第三师抓狂浪,要派更多的火力,发动了更猛烈的攻击。 战斗到中午,为掩护轻型坦克和步兵前进,日本炮兵开始向仓库发射炮弹。 猛烈的炮火虽然无法穿透仓库厚实的墙壁,但日军借助炮火掩护,悄悄攻到了楼下,并开始架梯进攻二楼。 楼上的战士们无畏日本士兵,将日军一个一个退下楼。 日本士兵的战斗信念开始动摇,到了下午,一名身受重伤的守军士兵,映然决然地拉小手榴弹,从楼上跳下,和二十名日本士兵同归于尽,日军作战决心受到重大打击。 面对中国军队前所未有的坚决抵抗,日军在夜幕降临时,被迫停止了步兵攻击,但继续组织炮兵对仓库进行轰炸。 八百状式的幸存者后来说,几乎每一秒都有炮弹落下,日军的炮火威胁到了上海租界的外籍人士,而日本方面,也一直给他们施加压力。 这些外国人虽然劝说,中国守军投降。 二十九日,他们向蒋介石递交了请愿书。 对蒋介石来说,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于是,下令守军于三十一日撤离丝毫仓库。 然后,日本第三师的最高指挥瓜松井石根,南京大屠杀的贵子手,起先是同一仓库守军撤退时停火的,直到临头去反悔。 谢静元见日军如此无耻,请日上级继续守卫仓库,与日军战斗到底,但上风味同意。 十一月一日五夜,谢静元带一营剩余的三百七十六人成功撤退,又击毙了二百多名日本士兵。 图,四航仓库始终未被日军攻破,仓库守军最终奉命退入租界。 四航仓库保卫战,让租界的西方人大为吃惊,他们对中国士兵的勇敢和坚决感而惊讶。 蒋介石向全世界表明,他有能力带领中国军队打赢抗日战争,但他的如意算盘落空了,并没有获得西方国家的支持和援助。 直到一九四一年日本偷袭珍珠港,敦美,迎宣战后,中国在前线的压力才有所减小。 图,在租界,中国刮兵虽然被收缴了武器,仍坚持出操训练。 谢静元带领部队,于驻在英租界的第八十八师旗他部队会合后,英国人马上没有收了他们的武器,限制他们的人身自由。 原因是英国受到日本人的威胁,如果中国军队走出英国租界,对日本士兵进行袭击,日军将立刻攻击英国租界。 事实上被追尽的英营士兵,在没有武器的情况下,依然保持军队作风,每天早晨升起唱军歌,而上海的市民,也可以探望这群英雄。 图,谢静元追到会时,讲清理题字号气长存,这样的绝境生活长达四年,直到日本偷袭珍珠港,驻守上海的日军,马上占领了上海租界,并俘虏了这群中国士兵。 他们被送到各地集中营关押,又少数士兵幸运地逃脱,而谢静元被王伟派出的杀手刺杀身亡,死后被追射烧将军行。 在送葬的当天,有21万多市民前来调验。 图,2025年抗战胜利60周年时,四行仓库守军幸存者,一员一排排叫杨阳正,抱着谢静元素先痛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